CBA新赛季重燃战火 辽宁的篮对阵广州的篮 看老叔郭志强如何给杨明制造麻烦 杨明最应该感恩的当属郭志强 分享体谈热点 感受体育魅力 欢迎大家收看 重开体育 本期跟大家聊聊关于CBA方面的话题 北京时间10月16日 2021至2022年度的CBA联赛展开争夺 而在16日这一天 CBA首轮将会进行四场比赛 其中的焦点战莫过与广东的篮 对阵深圳的篮 而这场比赛 广东的篮深受阿迪达斯代言事件影响的 胡明轩能否出场 也是外界最关注的焦点 而在首轮比赛中 辽宁的篮将会面对辽宁曾经的功勋教练 郭志强率领的广东的篮 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外界期待 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 郭志强主动辞去了辽宁的篮主角练的职务 而取而代之的是自己曾经的弟子杨明 而郭志强在辞去了辽宁的篮主角练 不到两个月之后 便加盟了广州的篮 成为了广州篮篮的主角练 而当时有很多人认为 是杨明将郭志强挤走的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 下面简单为大家做一下分析 说起郭志强和杨明两个人 可以说都对辽宁的篮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郭志强 郭志强作为运动员的初期 可以说并没有展现比较初衷的特点 而郭志强之所以能够立足于辽宁的篮 甚至是成为国家队的绝对主力 这与中国篮球教父蒋兴权有很大关系 正是蒋兴权一心的提拔 让郭志强进入了悉尼奥运会的名单 而在四年之后的雅典奥运会 郭志强依旧是纳指中国的篮的绝对主力后卫 并且率领中国的篮成功的晋级了奥运八强 而在联赛中正是2004至2005赛季 蒋兴权临为寿命 成为了辽宁的篮的主球链 而蒋兴权的使命势必要带领辽兰兰走出低谷 而在那个赛季 29岁的郭志强不仅是辽兰兰的队长 而且还是当时队伍中的助理教练 可以说在当时 郭志强就向蒋兴权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而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 正是在2004至2005赛季 19岁的杨明掉入到了辽宁一线队 而当时辽兰兰教练组对于杨明也是非常重视 而正是杨明在成为辽宁的篮主球链之后 首先请回蒋兴权作为球队顾问的最大原因了 之后由于中央原因 蒋兴权离开了辽宁的篮 而在两年之后 也就是在2006至2007赛季 当时年仅31岁的郭志强 成为了辽宁的篮主球链 而此时杨明成为了球队中的主力后卫 而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 郭志强由于中央原因 离开过辽宁的篮主球链的职务 而杨明从始至终没有离开过辽宁的篮 要说在2012至2013赛季 辽宁队的郭爱伦和赵巨伟 逐渐升入一队之后 可以说杨明的出场时间逐渐被压缩 而以当时的杨明实力来说 加盟任何一支球队 可以说都能够成为首发球员 然而杨明却放弃了其他球队 抛出来的橄榄枝 宁可抵心续约球队 也不愿离开辽宁的篮 最终在2019年 杨明效力辽宁的篮15赛季之后 选择了退役 而杨明也成为了辽宁的篮 历史上第一位球一退役的球员 而能够退役球一 对于一位职业运动员来说 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 而正是在杨明的职业成牙末期 也就是在2017至2018赛季 当时郭志强顺球队辽宁的辽宁的篮 可以说作为当时辽宁队队长的杨明 以及主球链的郭志强 都完成了自己心中的梦想 而辽宁的篮在夺冠之后的几年 都没有再次染指冠军 此时的郭志强也倍感压力 但是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的郭志强非常深知 杨明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 那就是想走自己曾经的道路 刚才我们也已经诉说了 郭志强是在自己31岁的时候 成为了辽宁队主球链 而郭志强肯定也会想到 杨明之所以能够至始至终的 留在辽宁队南 最为重要的就是想成为 辽宁队南的主球链 所以说郭志强在某个时期 当时辽宁队正战绩不佳的情况下 选择了辞职 而郭志强也说到上是为杨明 主动让闲了 所以说目前杨明能够做到 辽宁队南主球链的职位 最应该感谢的当属是郭志强 所以说在新赛家的CBA首轮比赛 杨明访戈自己的恩师 非常具有看点 最后大家对于这场比赛 有何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进行留言 观众问多提谈热点新闻 请锁定重谈理喻 喜欢上段视频 点赞 转发 向观众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